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忆 背诵 学习英文单身 不会惹力 没有系统力 这些都自然灾害 这可能地震我会 海啸就不一定会 龙雪风 四会不会 暴风雪也是很模糊 水灾会 台风会 雪崩 想不起来 山崩也不会 因为都是相关的 群组是相关的 我们就是要记单字 就是要系统性的 当然还有家族字的观念 我们都不是 都是从小到小上课 上一堂课学几个单字 下一堂课学几个单字 没有串联 没有系统的 所以以前 一百年来的英文课 它的教材就应该 要编有系统的 而不是乱七八糟的 好像也是 上一大堆课 也编了 这一学期 上了多少堂课 有每一堂课 一个故事或什么东西 不是这样子编的 最好都是编的 我今天去动物园 看了一大堆动物 就系统了 一大堆动物 下一堂课 这个教材是 我们去那个野外 看了很多植物 等 意大利植物 它又是有系统的 下一堂课 有一堂课就说 最近啊 台湾啊 遭受很多自然灾 雪崩啊 土石流的 又有这个系统性了 然后再下一堂课 又教说 我们出去玩啊 看到很多的船啊 有游轮啊 有独木舟啊 有这个 就这样子学 英文要这样子学 教材要这样子编 要系统性啊 可是没办法 这一百年过去了 英文教育失败啊 然后这个发音也失败 这个单字的系统性也失败啊 那我们第三组是讲那个什么 各种的 昆虫 昆虫 啊 我们来这个 看一下啊 这个自然灾害啊 雪崩是 Avalan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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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崩跟山崩不一样 雪嘛 冰天雪地嘛 山崩有时夏天嘛 天气很热嘛 两个不一样嘛 雪 雪是冰天雪地嘛 当然这个雪崩是比较可怕 因为它通常高山山比较高啊 山崩是 Land slide 两个就不一样了 Land slide Slide就是滑下来 它也是换灯片 所以一次作业啊 又是换灯片又是滑下来 Land slide 土石流两个啊 一般叫Mud slide 你看这滑下来就slide 那时候雪崩为什么不是 不是什么这个Snow slide 那你去问老外 不知道啊 老外就用这个 所以很多东西没办法去解释 就是约定俗生 老外怎么用就怎么用 你问他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老外也回答不出来 他说你去问我爸爸 问我妈 问我祖先 这是个 我从小就这样讲 你问我祖先 祖先已经不在了 所以没办法 就是没有Mud slide 就是那个泥巴 又有土又有湿 或者Mud flow 两个都可以 一般是Mud slide多一点 沙尘暴是Sand Storm Sand Storm Sand 沙嘛 Sand Storm 就是那个暴风嘛 所以沙尘暴 Sand Storm 不要说这个沙尘暴 沙子很细啊 很厉害的 沙子很多啊 有时候没办法呼吸啊 整个人太大 太可怕 看过电影都知道 尤其中东那一带 还有中国北方 这说来就来 哇那简直像一座山一样高啊 小山那么高啊 而且那个密度很密啊 这个吓死人啊 所以很多那个 为什么会变沙漠 就是沙尘暴 本来是农田绿地啊 后来这个沙尘暴多了 沙尘暴一过 哇就把绿地盖了 多来几次沙尘暴 里边沙漠啊 第一个Earthquake Earthquake Earth就是地 地嘛 土地 地球土地 quake就是震动 土地震动叫地震 Zunami 这不像英文 它当然不是英文 它是日文 从日文过来是Zunami 这这个TS怎么发音 Tsu Tsu Pita Pita 总字 Papara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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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字 Tsu Tsunami 不是Zunami 也不是Ssunami Tsu Tsunami 火山爆发 Vechanic eruption Vechanic就是火山的 Erupt 是动词 爆出来 爆发出来 名字Eruption Vechanic eruption 那龙卷风呢 可以加两个Ternado Ternado 或Twist Twist 在美国南方就常常喜欢用Twist 一般比较正式叫Ternado 那冰袍呢 就是冰风暴 冰袍风暴 下冰袍 有时候很大 有时候把人打死打伤 有的时候小冰袍只是打得痛一下 这不一定 Hailstone Hailstone 那为什么会有冰袍呢 天上它下的时候不是冰袍 一定是那个雨啊 那因为天气冷啊 在从云上面啊 掉到陆地的过程当中 因为气温太低 瞬间 瞬间 结成那个袍状 变成冰块状 可是有怎么那么大 它那个雨滴啊 在下来的时候它会集结 所以那个一般不会太大 可是有的时候也蛮大 如果刚好雨滴很密啊 就是自然条件 这我也没办法解释很清楚 所以有的冰袍很大 一般不大 暴风雪Blazer 像美国加拿大都喜欢用这个字Blazer 暴风雪不得了 暴风雪在这个北美啊 就是美国北部啊 还有加拿大 哇里里 这个一个晚上 哇这个一出去啊 这个雪啊 不是我们想象的五公分八公分啊 雪这个几十公分啊 那怎么办呢 残雪车 残雪车要出动 那残雪车呢 它是负责公共的地方 道路它会轻 那你自己私人车道 它不管你 这是你私人的 你自己想办法自己雇车 自己雇车 车是花钱 人家帮你这个车道 私人车道 因为那个外国郊区啊 都有私人车道 私人车道通到车库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不行啊 屋顶 屋顶 屏的一定下不来嘛 有的斜的 斜的也不一定下来 要自己去用东西产下来 那有的家里没有什么年轻人 要顾人了 要顾人了 干旱是Draft 水灾事 Flood Flood 不要念成两个欧 念Flood 不是 Flood Typhoon 我们一般 亚洲呢叫Typhoon 美国的叫Hurrikan Hurrikan Hurrikan 二桌叫Willy-Willy 我们在内边Avalanche Lange light Muzz light Muzz light Muzz flow Sand storm Earthquake Tsunami Vecanic eruption Tenatal Twist Hellstone Blazard Draught Flood Typhoon Hurrikan 我们这船呢 大船是Ship 比较小一点 相对了 Boat Dumbo Cnu 第二个印记 游艇呢Yard 渡船呢Fairy Boat 游轮呢 比较大的游轮 这不是载游 游子下面 那个载游子 这个下面 上面是载观观客的 很好玩 就新冠肺炎 垮掉了 垮掉了 这没生意了 所以新冠肺炎很多的惨了 游轮这个惨了 Cruise Ship Cruise Cruise 是巡异的意思 这边跑跑那边跑跑 警车也是 警车有一种讲法 也是Cruise 警车也是这边跑跑那边跑跑 巡异 Oil Tank 游轮 军舰Warship 潜水艇 Super Marine 航空母舰Aircraft Carry 就是Aircraft是飞机嘛 载飞机的东西叫航空母舰嘛 所以航空母舰本身没有什么战斗力啊 它战斗力就是飞机 那你说那这样很危险啊 飞机飞出去怎么办啊 所以它航空母舰有战斗军 旁边有护航舰啊 驱逐舰啊 飞弹舰啊 还有潜水艇 还有补给舰 还有燃料舰啊 这一大堆通了十几艘一起 至少十几艘 所以航空母舰啊 上面有飞机在飞啊 保护它 旁边有一大堆这个船啊 保护它 下面 水下面 看不到 请你保护它 所以航空母舰很脆弱啊 它的武器就是 就是战斗机 当然航空母舰不是战斗机啊 空中预警机啊 一大堆直升机啊 一大堆飞机啊 但是你说没有啊 上面看不到那么多那个废话 它是在下面嘛 你上面是准备要飞的啊 它那个下面可以那个 有升降设备 可以到甲板 水当米的飞机啊 机翼可以折起来 可以折起来 接着空间啊 驱逐舰Destroyer 好我们再练一次 Ship Boat Canoe Yard Ferry Boat Cure Ship Oil Tank War Ship Supermarine Aircraft Carrier Destroyer 那小虫子呢 昆虫一般讲Insect Insect 小虫子呢 Bug Bug Bug意思好多 也可以当窃听器 又可以当那个城市啊 电脑 软体城市啊 它有些瑕疵 不是 不是那个 不是城市里面有虫啊 当然有人说 这里面有虫 不是虫啊 瑕疵 所以那边就是 因为它电脑这个软体 你动不动跟你写个几千行几万行啊 就一跑起来的时候 说到反复测试啊 Alpha Beta版 有时候跑起来 这边卡住了 就表示有虫 不是有虫啊 就有瑕疵 跟其他的 对不起来 脚架从Beatle 毛毛从Caterpillar 蜈蜂呢 Centipede 就是Centipede 就是100个 100个脚 Pede是脚的意思啊 比较像文言文 100只脚叫蜈蜂 蜈蜂 蜈蜂蜂啊 Firefly 炸蜂呢 Grasshopper 在草里面会跳来跳去 叫炸蜂 它通常是Mantus Mantus 我们再念一下 Incent Incent Bug Bug Beatle Beatle Caterpillar Caterpillar Centipede Centipede 最后这个E不发音 所以英文很多字母不发音 有时候第一个字不发音 有时候尾巴不发音 有时候中间不发音 Firefly 像火一样的会飞的 就叫萤火虫 Grasshopper Mantus 好 我有15个频道 这有绝大部分 百分之九几以上 都是只爱一个 但是有大概百分之七百之八 它知道全部爱 所以有些人就是聪明 我一想它听得懂 那大部分就是可能没有仔细听吧 或者忽略掉 或者根本没听到 就爱到什么 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 这个全部都爱 但是你如果觉得没时间或者很累 你至少按个十个十一个 有些人按十个十一个也不错了 总比按一个好嘛 但最好是按15个订阅 这期讲这里